你好 下午的三点钟 2019年的 大连初一 大连初一 记者现在正在 这个 大龙洞的保安宫 看到行人那么多 吓死人 今天的财政方位南北下 所以说大多数的民众呢 都跑到了 大龙洞的保安宫 来这边参拜祈福了 去年的财政是东西巷 去年的财政东西巷 大部分人都跑到 那个望华的 龙三思去 望华是龙三思 那么今年的财政是南北巷 保安宫就是 南北巷的宫 所以说 那么多的民众呢 通通跑到了 保安宫 你看经过了孔庙 经过了孔庙 这是哈密街 哈密街 保安宫前面当然有的一大堆的 卖这些小吃的 中国人的庙会习俗 庙会习俗 那么在中国大陆北京最有名的庙会叫地毯 地毯 地毯庙会 今天他们主打文化 本来地毯庙会也都跑到台北来表演 来台北表演一些 在地毯的 中国大陆卖小吃的 都来到台湾卖 有没有看到 人山人海 现在在保安宫是人山人海 这就是所谓的庙会 台北的天气 并没有下雨 天气算春天的天气 并没有下雨 这边你看保安宫 人山人海 看到了 保安宫 看到 车水马龙 大家都玩到南北的庙来拜拜 确实是人潮很多 好 这是记者 燕国龙在台北的大龙洞保安宫 这边 采访报道 好